我跟她等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当时也是在上学期间嘛 觉得她的人也还不错就是修着 去年回家之后我父母就逼着说让我相亲吧 然后就去了 我也没办法就说去应付一下 然后那女孩说也挟着没事去家里 然后跟着在北京过来找着工作 然后我就说那过来吧 过来工作也没找到就祝我妈了 在我三爷们放工作之后去找她 结果她家是出现了另外一女孩 当时给我开着门 在我逼问的情况下 就说这个女的呢 是他们家给她亲戚的女朋友 所以当时我特别生气 但女的最后也回去了 然后我们俩也是一起交着 然后我女朋友跟我说说她也怀孕了 这事儿一下子就压力特别大 所以我现在希望她这一块呢 也是能跟我跟孩子所交代 今天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要一个怎样的交代呢 是分手还是继续 孩子前途又何在呢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赵25岁来自河北 是一家网店的老板 女主人公小赵25岁来自北京 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啊 孩子几个月了 三个月 要不要坐着 不用了 行吗 明天没事 没事啊 你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小伙子 我想照顾好孩子和我自己爱人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问题是他们家里 现在给他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而且他们家现在特别不愿意 找一个北京的儿媳妇 也特别不愿意接受我跟孩子 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吗 我们两个之间没问题 但是现在有问题了 就是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一回去 然后父母就跟我说这个 婚姻的事情说 也年龄也不小了 然后早点成家 我说我自己有女朋友 然后这事你们不愿着急 也不愿操心 然后他说不行 这个你女朋友是北京 我说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 北京女孩生活习惯 要求都比较高 比较娇气 我说这个你倒不用担心 然后他就不行说 你还是回来在咱们这边工作 然后在他们就看中了女孩 然后让我去相亲 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我自己有女朋友 而且相处的好几年了 他们就说不行 你必须得去 父母的意见 你说不听也不行 不能给他们没有台阶下 然后我就去了 就到认识一下 认识之后我就回家 也没在意这件事 过完年之后 我就来北京继续工作 这时候我父母就说 你带上了这个女孩 她在家里现在没事 也没工作 然后你带着她去在北京 给她找个工作 然后她也没去过北京 我说这个不太方便吧 你女孩你让我带 我那边也是自己租的房子 肯定不行 然后父母说不行 你要不带她的话 你就不用去北京了 就留在家里 然后我也没招 我必须得来北京 然后我就带着她 一块过来了 然后过来就 也没地方去 她当时也没找到 什么工作 之后就住在了她的家里 那这个时候 她跟你说过吗 她之前从来没跟我说 而且我的工作是 五一跟十一之前的两个月 就特别忙 然后我也就没有 多上她们家过去 但是我一过完节之后 我上她们家 到她们家楼下嘛 然后给她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说 你现在在家呢吗 她说她没在 我说你什么回来呀 大约十分二十分钟的话 就回来了 离得也不远 我说那行吧 我说你现在我过去 不是也锁门了吗 就想 然后我在旁边菜市场啊 什么的 买点菜买点水果什么的 我一上天家就直接就敲门了 你就没有给她打电话 结果敲门的时候 出来的迎接的是一女的 我说你是谁呀 然后那女的 直接告诉我说 我是小赵女朋友 然后这个时候 她就回来了 我问个细节问题啊 您说 你租的是一居室 还是两居室 还是三居室 一室一厅的 你们怎么住呢 这女孩是住我这 但是我一直住外面 住朋友那边 你女孩子我就觉得 那人家为什么说 是你的女朋友呢 这个主要我觉得 她就是我妈给她在后面 不是 她也是年轻人啊 人家怎么会说 我是她小赵的女朋友呢 那你有没有告诉 人家姑娘说 我自己有女朋友 我跟她说过 我说我也有女朋友 你不能跟我来北京 而且我也自己有房子 你不能来 但是她就说来 想来找个工作 后来也没找到工作 而且还在你家住 这么长时间 三个多月 那后来这个事 被你发现之后 那女孩回去了吗 之后我就跟她 大吵了一架 然后我就说 要不你把她送回去 要不你就让她出去住 就不能在你家住 哪怕你说你提前 跟我说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说你在你小区里边 给她单独找一间房子 你说离得近 或者怎么样 那你公交走了吗 她跟我说是在两个月 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吧 她说是走了 之后她也是求我嘛 还要跟我好 就是电话短信 电话短信 然后道歉嘛 说这也不是她的意思 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去 回去了 回去之后 还是发现了 她跟那个女的有来往